咱们来看一道例题啊 说有一个数字是52,119啊 这是一个五位数 那说n呢代表了一个十位数啊 很明显 他说这个数字啊 它是三的倍数 问你以下哪一项可能是n的值啊 咱们上节课说过了 如果一个数想是三的倍数的话 需要把各位相加之后 也能倍三整除 对不对 所以你就看n等于几的时候 这个数能倍三整除就可以了 那这个题的答案应该是1啊 加1之后正好是18 18呢是倍三整除的啊 所以答案选的是私底选项